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百合已经长出花苞了 给百合施肥尽量避免偏施淡肥 可以给点零甲肥像这种零甲肥淡肥过多会让百合消苞或者是不开花 那现在呢 我们可以一周左右给一次零甲肥帮助这个百合来孕肥花苞了 百合盆栽呢 现在的浇水也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是它的生长梦境 加上现在枝叶可以看都已经比较多了 那浇水呢 等土壤的表面干透就可以给它浇透了 千万不要给它渴到 否则呢 容易发生掉花苞的现象 那等百合开 能不能想像还有百合鸣 我们能够来罐 赵赵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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 当干面肯 slower